前往美国来做一个发表演说 这是争取很久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突然间有 变成是美方这边有来提出一个 这样的一个邀请的部分 那是不是这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 私下的一些 或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定或交换 我们不得而知 毕竟在野党不得而知 但是就过程来讲 它绝对不会那么的单纯 就是如同我们豹仔 这边讲到就是 只是一个众议院的议长 她是女性 所以说她邀请这个亚洲唯一女性 最高领导人赴国会 如果说我们就是把它想成那么单纯 我想这也不是政治 那政治其实盘生挫节 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 我先讲的是说 因为在2019年 其实她就是台湾 这2020年的总统大选 蔡英文现在她要争取连任的 企图性非常的强 对民进党来讲 她今天台湾两区的立委补选结束 换句话讲是说 看得出来台北市的一个立委的得胜 也让民进党 自然是吃了一个定心丸 认为是说他们的基本盘还是有的 情况下 我认为 蔡英文政府 他一定会继续的往 在2020要争取连任的路上 一定会有想要往基本盘靠拢 以及想要争取一些台独人士的一个赞成或是支持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也因此她就必须要在更多更强硬的展现 就是包括说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对抗 以及可以跟美国友好的一个决心 也因此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动作 可以到美国去做发表演说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宣誓性 那也是蔡英文总统他很想要去争取的一个曝光的机会 但是他背后的目的是为他自己个人的连任 还是真的为台湾2300万人的福利福祉来的重要 跟他的最终的目的呢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可以去思考的 那对于美国来讲呢 其实台湾一直是在美中关系中间的一个中间 不管是有人喜欢牺牲他是说是筹码或者说棋子都好 但是台湾绝对是一个美中角力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现在美国他用这样大动作的一个动作来做拉拢台湾的一个部分 无形当中当然也是给中国大陆这边来做一个施压 跟来做一个这个出牌 那如果说我们台湾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主张 或说一个自己一个谨慎的思考 而是任由这样子美中的这样的角力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一样 就是说变成是我们反而会失去了主导权 对于2300万人的未来的一个发展 其实都还是有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思考 好了